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明镜举离开的时候 他犯恨的表情就好像我欠了他几百万一样 我从未想过我们两个竟然有一天 婚姻会走到了尽头 我跟顾明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 相识像是一场偶像剧 浪漫却又有些尴尬 我端着从饭堂阿姨手里接过来的一碗面条 脚底一滑 将那碗面条都倒在了顾明的白衬衫上 我重力的举动引起了众人的围观 在许多人的哄笑之下 我们两个都显得十分尴尬 我们互相对视后 我让他留下联系方式 我重新送他一件白衬衫 说来也奇怪 自从那天之后 我跟顾明之间就像是上了磁铁一般 总是能够频频遇见 接触多了 我们俩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在一起 我们熬过毕业季 毕业后 我们带着两家父母的祝福和对婚姻生活的憧憬 结婚了 在一起五年 我们两个几乎没有红过脸 他对我也是百依百顺 我以为进入婚姻只是从一种状态延续到了另外一种状态 婚姻并不会对我们的爱情产生太大的影响 然而一切都只是我以为 顾明自毕业后进入到职场 一直顺风顺水 三年的时间 他一路从基础技术员医生到了工程师 他前途大好 但并没有因此就对我有所怠慢 顾明在公司的第五个年头的时候 迎来了我们的爱情的结晶 也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是个女儿 顾明对女儿十分疼爱 经常对我说 要把这世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的女儿 可是在我们一家人沉浸在三口之家的幸福生活中的时候 顾明瞒着我们所有人向公司提交了辞呈 对于他的这种做法 不仅是我 连同他的父母都十分的不解 他在公司稳定收入 再者是我刚生下宝宝 正是花钱的时候 我那时候因为怀孕月份大了 也是离职在家 全家都指望着他的工资当生活开销 他却偷偷辞职了 公司领导甚至用股份来挽留他 但顾明还是毅然居然地要离开 顾明说他这一辈子都在寻规蹈矩 他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了 他想突破 他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他不要一辈子给人打工 离职后他选择了创业 虽然家中开销逐渐增加 但为了他的理想 我妥协了 并且全心全意地支持着他 起初工作室运行顺利 顾明的技术过硬 这让他开始有了源源不断的课源 半年的时间 公司的运营就已经将原本的投入给弥补了回来 顾明抱着我跟女儿说 他一定会让我们母女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我心里总是有些不安 甚至有时候会胡思乱想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了 有几个能想起他的糟糠之气 女儿一岁时 顾明因为业务越做越大 他开始忙于各种应酬 在推杯换诊之间 他有了酗酒的征兆 以往他只是在不得不应酬的时候 才小酌一杯 可后来他就算是在家里一个人 也要喝得酩酊大醉 顾明也曾经尝试戒酒 但还不到一个月 某天晚上他再一次喝到醉醺醺的回家 我看到他醉醺醺的样子顿时一阵来劲 顾明 你还是不是男人 说好要戒酒的 你又喝成这样 我推搡了他一把 记住他不搭理我 我忍不住又戳了他两下 立刻他将桌面上的花瓶摔碎了 你闹够了没有 家里哪样东西不是我出钱买的 不是我累死累活地赚钱 你哪里能过这样少奶奶的日子 我喝点酒怎么了 一天到晚在家里没有赚一分钱 像个黄脸婆一样 我没有甩了你 你就该拜菩萨了 顾明对着我的脑门指指点点着 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竟然说出这番话来 原来在他心里 我就是个只会花他钱的黄脸婆 那晚我一夜没睡 哄孩子睡着之后 我联系了之前的同事 做好简历 准备重新返回职场 而顾明第二天清醒后 在客厅跪了一个小时 说是昨晚喝醉了 再加上最近公司运营不是很顺利 他压力太大 才会说出那些话 我心软 一路走来这么多年 也考虑到孩子 我还是选择原谅了他 并和他说了想回职场的决定 他没有反对 说孩子可以交给婆婆 或者找个保姆 我既然有打算回职场的想法 他全力支持 我回到职场 似乎成了我们两个事业的分水岭 我慢慢地上手之前业务 在业务开始好转的时候 他的公司情况 却开始急准直下 因为多次醉酒 顾明几次三番地 错失合作机会 而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失误之后 合伙人撤资离开 顾明只能独自一人 支撑着公司 前途一片茫然 顾明像是落入了一个死循环里 越是艰难 他越是想喝酒 因为喝酒 耽误的业务更多了 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做法 尽情反思 也不听旁人的劝说 在女儿两岁时 顾明的公司 还是倒闭了 公司最后一天营业的时候 我陪着顾明喝了点酒 破产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 受到的最大的挫折 我能想象这件事 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我想破产也许是一件好事 也许他经历了这些事之后 会更加地成熟稳重 可一切也只是我的想象 破产之后 顾明在家待了小半年 他每期名曰 是在寻求新的项目 但实际上每次回家 都看见家里无烟瘴气的 他窝在书房打游戏 要不就是跟朋友出去喝酒 我一直觉得 不想给他施加压力 也没有太催促他就业 在顾明依旧在家里宅着的时候 我却发现我怀孕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情不佳 生活压力的问题 这次怀孕 我的反应格外地大 吃什么吐什么 甚至时常会哭 莫名其妙地哭 最让我失望的是 我一边忍受着认识反应 一边还有艰难上班的时候 顾明在家 连女儿也照看不好 有天我一下班 就看到女儿在客厅哭 我转头看到顾明 她戴着耳机在打游戏 我气急了 直接走上前 将她的电脑线拔掉 谁知道她站起来 朝着我的脸上就是一巴掌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 我没有想到 她对我终究还是动手了 她自己似乎也没有料到 她打我了 我捂着脸 抱着女儿回到卧室 收拾东西离开家 顾明一直在拉着我道歉 甚至和之前一样给我跪下 我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 摔开她的胳膊 我带着女儿在娘家住了一周 顾明每天带着各种礼物来求我回去 包括婆婆也轮流过来说好话 让我回去 他们已经教育过顾明了 他也知错了 爸妈也是说 我现在又怀着二胎 还有女儿 为了孩子多想想 孩子不能刚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呀 在顾明和家人的软磨硬泡之下 我又一次地选择了回头 顾明经过这次之后 也确实改变了不少 他不再继续窝在家里打游戏 而是跟他的朋友合伙开了个培训班 他前期太仓促 没有做好市场调研和准备 盲目地跟风 所以导致培训班经营不到半年的时间 又一次因为市场问题 而陷入了窘迫 无奈之下 顾明只能将培训班关掉 他再一次失业的时候 我们的儿子刚好出生了 家里的经济开始变得格外紧张 为了不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我刚出月子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开始了职场上的私杀 因为我的努力和坚持 短短两年时间 我成为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而这两年来 顾明创业四五次 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 他再一次地开始了酗酒 我想过要离婚 甚至已经拟好了离婚协议 却因为长辈的各种劝阻 不了了之 甚至这两年来 我们有过的夫妻生活 一个手掌可数得过来 我对顾明和我们的婚姻 都失望到了极点 那天 儿子和女儿同事高烧 我的公婆和爸妈 也刚好都出了远门 我一个人要照顾 两个生病住院的孩子的时候 顾明却又一次地醉酒 我打了她的电话 一次又一次 却始终是无法接通 在医院里 我手蒙脚乱 推掉了公司的晋升机会 守在两个孩子身边 在我给孩子擦洗身子的时候 接到顾明朋友的电话 说他在某高党会所喝醉 让我去接他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 我之前积压的所有情绪 彻底爆发了 为了给他还金之前创业的债务 我已经不记得我自己 有多久没有好好 置办一身衣服了 每个月将近两万的银行贷款 两个孩子的生活费 双方父母偶尔的来往 一笔一笔的经济账 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出来 可顾明 他却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在高党会所 用我省吃减用的钱买醉 在那天晚上 我便找来一个律师朋友 你订好了离婚协议 两个孩子康复之后 我拿好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甩在他面前让他签字 顾明起初依旧哀求我 还是之前的老套路 跪下找公婆劝我 我丝毫没有动摇 顾明见我下定决心 便开始算计财产 他提出要让我帮他还金银行债务 还要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给他 我是真不知道 他哪里来的这些自信 提出这些要求 我对房子车子 并没有什么要求 只是孩子的抚养权 我必须争取 因此 我们俩的离婚拉锯站 持续了整整一年 最后两个孩子归了我 至于债务 也大部分归属到了他头上 离婚的时候 他曾告诉我 你现在就是黄脸婆一个 离了我 我看谁还敢要你 总有你后悔的时候 我不曾后悔和他离婚 我唯一后悔的是 在我发现他根本没有能力 去承担家庭责任时 我还一而再 再而三地选择原谅他 期盼着有一天他能成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顺便 听到视频下方留言 这一支 好了 看 这一支 我